首先請到丁曉雯老師 請做講評 子森有一個真的很亮麗的外型 個兒又高 然後在舞台上 我覺得你表演是 會很吸引人注意的 今天選這個歌 很重要 它一個關鍵是它的律動感 因為這個歌 它有很多的拍子是反拍 很多的切分音 如果把這個部分唱到位的話 其實這個歌基本上 大概八、九成 分數就拿到了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 今天發覺子森在律動的部分 我覺得太自由了 有一些這個反拍的部分 不是抓的 不是扣得那麼緊 所以這個歌會聽起來 比較軟 比較那個節奏感 不是那麼的清楚、清晰 第二個部分 是你今天在副歌 為愛付出風潮這一整段 為保護我的信仰 那邊是甲音對不對 你的真音轉甲音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跳舞的動作 而甲音一直穿不下去 這個部分我想你可以請教 蒨時 蒨時以前又唱又跳 或者在演戲彎腰 從地上爬起來的時候 他的氣都會分散穩定 那其實要比平常用更多的氣 去頂那個 Pitch 頂那個音準 好 蒨時 今天聽起來還是有一點點勉強 唱到高音的時候 會覺得不敢使勁而唱 不敢放大聲唱 所以比較含蓄 除此之外 我覺得你的語氣還是好得不得了 我覺得蒨時真的是一個 很會敘述故事的高手 整體聽下來 引人入勝 我覺得蒨時在這個部分 一直都是很會拿分的 但是嗓子真的要保持好 而且我之前一直提醒你 你的心理建設 好不好 你是一個很棒的歌手 不要被自己嚇到 OK 不要管那些人 那些人不是你的對手 你才是你自己的對手 對不對 一下是那個心理的狀態 很情緒化 一下又是身體的狀況 你贏了你自己 你就贏了所有人 OK 好 加油 謝謝老師 請就好 謝謝 我要問問台上的 比賽的歌手 你們自己用舉手的 你覺得你的經驗 算足的 有超過三年、五年的舉手 舉手 好,請放下 好 那麼你覺得 你的音樂基礎 你有在增進的 有在用功的 有在練習的 請舉手 不錯,謝謝 這兩個是在說明什麼 如果你的經驗很足 但是你的音樂的基礎 你平常沒有在繼續的努力 你都靠經驗的累積 那麼其實你站在台上 我們聽得出來 你會空空的 有一些基礎的東西 細分出來 怎麼節奏 還是不太穩 怎麼音程唱的 跳的不太準 為什麼咬字還是差一點 所以呢 音樂的基礎 不管你的經驗有多少 一定要持續的在平常的時候 每一個細項要去加油 要去努力 那麼今天子森在唱這首曲子的時候 呃 我覺得你有 表現這樣的感覺 但是那個表現是外在的一個狀 狀態 你做一個狀態 你有去做那個狀態去演 但是內在我比較感覺不出來 比方說 我存在不是假象 也是 我存在不是假象 你有比 可是你沒有那個 我存在不是假象的口氣 跟唱出來心聲 明白嗎 那這是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你可以慢慢的把它 再弄得更好一點 把它合起來 那合起來要靠什麼 練習 對 練多少次 多少 就是練到無數次 無數次 我以為你說五十五次 無數次 我真的有聽到五十五次 那這樣就很好 五十五次 恐怕他們都可以打敗你 OK 好 那當然 今天的節奏是個大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耳朵在聽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你要去聽 因為你跟 Bass跟古典貼不在一起 呼前 呼後 呼前 呼後 所以整個歌 其實在節奏上非常的亂 而且沒有一個重拍的感覺 OK 所以這些東西都包含在什麼 音樂的基礎的練習上 OK 繼續加油 謝謝老師 接下來聽完評審講評之後 我們來看李子森 勢在必行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深屏第二次挑戰唱跳表演 分數來到8788 89 90 小數點繼續跑 是多少 恭喜得到90.8分 接下來我們跟楊蒨時 如果你也聽說 到底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情感非常濃厚 得到老師好評 分數來到88 89 90 91 小數點繼續跑 是多少 恭喜得到91.5分 接下來